爽腩 鹹腩也有吃過 你今天保養的鹹腩 香港人喜歡吃清湯腩 除了欣賞湯底 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牛腩部位 部位的分法 就有些簡單些 有些仔細些 好像大埔這間清湯腩名店 很多人光顧 老闆邦哥怕少有部位欠崩頭 只是分爽腩和普通牛腩 其實崩沙腩我當爽腩 我們賣的東西沒有分爽 什麼崩沙腩 客人來到崩沙腩我們不能賣 崩沙腩吃起來很香滑 有些東西絕對不黏牙 但是有時不夠崩沙腩 裡面會夾閘比較有彈性的部分 邦哥將它們統稱爽腩 不過也有些清湯腩店 會好像牛肉買手熊哥一樣 分得仔細些 最少分成坑沙腩 崩沙腩和爽腩 正式牛腩腩 吃下去滑、甜 爽腩吃下去肉味濃、有口感 崩沙腩吃下去爽口、滑 通常一般清湯腩 那塊腩一到牛骨湯浸 那個坑沙腩就會鮮軟 如果要靠師傅處理得好 如果它是同時一起浸 這樣拿起來 變得坑沙腩就軟 爽腩和崩沙腩就不夠軟 除了這三種 牛腩其實還有腩角、腩底、 蝴蝶腩等六七種的部位 比較少人知道 很少清湯腩店會標示出來 想吃就要自己問 這個就是腩角位 一塊很大的牛腩 就是剛剛這個角位 吃下去爽滑 腩腩底 這是腩底 那麼多不同部位 其實都是來自牛肚腩的一大塊肉 每隻大約有七八十斤 每個部位都有不同味道和口感 要吃到各部位最好的味道 原來連切法都有講究 你剁下去的時間 起碼來說 最基本是被人知道 有個坑在這裡 覺得這樣 小塊也好 都能看到它是坑腩 如果相反來說 你把坑腩 一刀就剁出一個重要部位 這樣便要剁下肉 試給你看 有時候你不懂的 還要咬這個坑腩 怎麼搞錯都沒有 如果你不跟紋的話 一刀都會有爛散 通常都會跟紋路來切 如果不跟紋路就沒那麼好 有可能會黏口 用斜紋是最好的 斜紋是比較軟的 如果懂得吃的 清湯腩其實還有這種 非常罕有的特別部位 好像連著奔沙腩的腩角 是奔沙腩的一小幅 所以比較上是珍貴 奔沙腩那幅 又扭著它 它裡面又要沒有油 但吃下去又要爽 你沒有肉的話又不像樣 肉是夾著有少許 所以這些是屬於牛裡面的真品 金先生說 最初他們走家都沒有清湯腩吃 後來是清湯腩粉絲的著名食家為寧 建議他們買這種罕有部位 這樣就變成了酒家的名菜 威寧先生那時跟我們家族都很相熟 又經它們增加一點 我們更加覺得應該用多點精神去研發一下 大約年多兩年左右就穩定了這個作品 老排酒家出手做清湯腩 自然不同一般小店 熬湯的香料都講究過癮 用圓粒胡椒取代胡椒粉 讓湯不會熟 香葉要完整 無粗無爛 香味才夠全神 連負責燜的都是有二十多年經驗的老師傅 陳師傅說 他們做這道極品清湯腩 三斤腩要切走四成肉 湯底下六斤牛骨 兩斤牛肉 熬足兩小時 熬好之後 還要撇油撇到乾乾淨淨 舊底時的食製 那些湯比較肥膩 才會覺得香 因為有一層油在上面 滾上來的話 那種香味就爆病 叫做重味了很多 我們現在走的路線 是撇除了那層油 去掉了油 那個才是清湯 這種那麼罕有的清湯腩 吃起來爽亂不黏牙 甘香得來不會太油膩 湯頭鮮甜回甘 不過因為部位罕有 供應有限 每日只賣十份百份 有機會吃的話 真是要細心欣賞 苓果眼光有錢 都可以